在中南海封泽园工作过的人多年后讲起江青 几乎吴不在怒骂后又摇头叹息 这个女人当年四处横行祸国殃民 把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几乎尽数得罪 可是大家那时又对他无可奈何 粉碎四人帮之后 揭露江青最新的文件、书籍、文章已经是汗牛冲动 不过从更深的层次分析 江青这个祸国殃民的历史罪人 所以能够出现在中国共产党最高层的政治生活中 并造成那样大的危害 既是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余毒影响的结果 也是他本人在旧社会黑暗腐朽的生活经历 和后来特权地位相结合所造成心态异化扭曲 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便是存在决定意识 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 决定自身思想的形成 出生于山东诸城的江青自然也非生来就坏 不过他少年时代的家庭环境 便充满了旧封建家族的恶劣气息 年轻时又进入当时便是藏屋纳垢的十里扬场 打下了很糟糕的人生最初烙印 江青1914-1991 原名李云赫 出生于一个封建地主家庭 由于其母是小老婆 而在青少年时期受到周围歧视 滋生了汉逆和虚宠的双重性格 成年以后李云赫 同一个名为张敏的男青年出走 后受到过进步思想影响 于1932年在青岛又同当时的地下党领导人于其微 及解放后的天津市委书记中央委员黄敬结婚 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应该承认 十几岁时的江青当时还名李云赫 曾对黑暗的社会不满 这从他在山东青岛结识和跟随于其微参加过革命活动 并在三十年代前期一度加入过共产党组织 也可以得到证明 江青入党不久倾倒的党组织遭到破坏 他在白色恐怖下又托党跑到上海 还办过自首手续 并与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崔万秋拉上了关系 是被崔万秋等人捧出来的话剧和电影明星 崔万秋是个灌稿两面派的人物 因此也允许江青参加一点进步活动 江青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被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一度逮捕 他的自首和出狱手续 是由赵玉珊负责办的 自进入上海那个特定的圈子后 一名蓝屏的江青便在当时黑暗的社会 中层和艺术圈内过着糜烂的生活 成为一个产生于半封建半植民地的旧中国 从十里洋场中进入了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最腐朽的思想作风 又在黑社会和国民党特务机关之间鬼混 长期浪迹江湖的一个怪胎 当年上海报纸就报道过这个一名蓝屏的三流影星的一些生活丑行 恰恰是他恶劣品质的反应 后来参加审判江青的人曾总结此人的一生品质 他要讨好一个人 拉拢一个人 想利用一个人 可以处心积虑 费紧心机 施展各种手段 以各种假象来达到目的 一旦爬到了一定地位 他就要意识别人 折磨别人 显示他是掌握了对别人生杀与夺大权的人物 1937年将倾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组织上为做认真审查 由当时负责保卫工作的社会部长 同乡康生带他隐瞒了这段历史和他 在上海的腐朽生活作风 因为历史上的原因和这次的包庇 所以他跟康生的关系也格外密切 江青很快通过演戏提问题求教 混到刚刚妻子出走的毛泽东身边 并取得了好感 像这样一个虽表面有过追求进步表现 却存在着极其恶劣的潜意识的人物 能进入毛泽东身边并于1938年秋成为夫人 实在是历史的悲剧 江青是演员出身 结婚后的几年间在文娱活动方面 对毛泽东确实提供了一些乐趣 张文天的夫人刘英记载 他1940年从苏联回到延安 去看毛泽东时 发现这个新婚夫人对主席照顾得很周到 与个性很强的贺子珍不同 于是还称赞了几句 毛泽东听后非常高兴地拍了大腿说 刘英同志 你真是了解我的人 你要替我多宣传啊 毛泽东这时讲的多宣传 是针对延安的诸多新老同志 对此事议论纷纷 希望刘英能做些解释 据卫视李营桥回忆 在艰苦恶劣的战争环境中 江青确实曾以他的文艺特长 给毛泽东和身边的一些普通战士在精神上以休息和放松 1947年转战陕北时 大家疲惫不堪或蹲或站或拉条小板凳一墙而坐 听一段京剧轻唱或是猜几个谜语 真是莫大的享受 在陕北时期 毛泽东常常由于紧张过度 用脑过度而痛苦地以手加额用力地揉搓 闭目探长器 这时江青便打开他从上海带来的那家首邀流声机 为毛泽东放几盘京剧唱片 在那些艰苦的岁月中 几张唱片翻来覆去听 每次听过之后 毛泽东都显出一种精神获得调节之后的安宁和愉快 他有时还惬意地点头说 好 很好 再放一遍吧 不过当时一直在毛泽东身边的李莹桥回忆说 江青在表现出他的种种悠长之处的同时 也不断地暴露出他品质和性格上的缺点和弱点 这些缺点和弱点仿佛是与生俱来 根本地固 再也改不了 并且不断发展 终于造成于毛泽东感情生活上的裂痕 江青来自上海 受现代文明熏陶 未必不是好事 他也有深入工农群众和工农兵打成一片的愿望 但是他的骄傲 他的爱出风头 他的顽强表现自我 总想高居人上的欲望 他从来不会替别人想一想的极端个人主义 使他始终不曾与任何一名普通群众打成一片 他甚至始终未能与他的丈夫毛泽东感情融洽 惺惺相应 当时从一些很小的事情上 就可以表现出江青品格上极端狭障碍自次的一面 而且条件一好便追求享受 并想居于他人之上 例如 他在毛泽东忙于工作时常常无事可做 便找警卫员打扑克 那时革命队伍中讲究神神平等 没有人有意让他赢 当他打输了时 便称别人偷看了自己的牌 敬畏这点是向毛泽东提出 要把赢了的警卫员从工作岗位上赶走 对阿姨做针线活 一类小事不满意 也是当面训斥 甚至发出羞辱性的挖苦 搞了人家哭鼻子 中央机关的生活条件一改善 江青又要耍威风 从陕北到西百坡后 房间里装了电铃 他也越来越习惯按电铃叫卫士 不管大事小事 自己能干不能干的事 都叫卫士代劳 似乎使唤人是一种享受 是一种身份和新生活的证明 有一次江青按电铃 卫士张天忆匆匆赶进屋 只听他懒懒地指着他说 把暖水袋给我拿来 其实江青手指的暖水袋就在他床上 只需欠欠身就可以拿到手 但他宁愿按电铃家命令 也不愿意欠欠身 张天忆为此事很伤感 回来对李盈乔反映了此人 越来越习惯于指手画脚 对这些 毛泽东当时一再生气地批评他说 你就是改不了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在一些事情上 江青还拿出当年 在上海时里养长养成的作风 会撒泼要挟 据当时在毛泽东 周恩来身边的警卫副官龙飞虎回忆 1947年3月国民党军进逼延安时 毛泽东坚持到最后才肯走 江青便跑去闹 要求马上离开 毛泽东开始和颜月色反复说不要紧 而江青却大哭起来说什么 你当然不着急 到了紧急关头 有人会抬着你跑 谁管我们啊 毛泽东气得吼起来 把桌上的钢子都摔到地上 怒斥说 滚 给我马上滚 李盈乔等警卫人员都说 江青每逢被毛泽东训斥 往往都是披衣冲出窑洞 哭哭啼啼 直奔周恩来的窑洞 他每次同毛泽东闹了矛盾 都要照周恩来诉苦 周恩来是解决矛盾的能手 往往能调和关系 当时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不影响毛泽东的工作 其实周恩来对江青一向并无什么好的看法 只是他组织纪律性强 从不背后议论 更糟糕的是 江青从这时起便显示出在人际关系上愿意拨弄是非 经常添油加醋地在毛泽东面前讲一些人的坏话 此刻他还不能涉入高层政治生活 攻击的还是些身边的小人物 以至于秘书和警卫人员都被他得罪便了 看到这些情况 毛泽东对找个江青这么个老婆也有些后悔 不过他已经是最高领袖身份 感到也不便再轻易离婚 对此 李英乔回忆说 在陕北时就有过这么一件事 下午 我服侍毛泽东起床 他坐在床上抽烟 一只接一只 他向我诉苦 讲了很长时间 声音沉重很有些伤感 大致意思是 你是我的党小组长 我心里有不痛快的事 要跟你说说 江青是我的老婆 要是我的公务员早就把他赶走了 当初结婚没搞好 草率了 现在怎么办 我现在的身份 我的具体情况 离婚也不好 江青没大错没大过 现在离婚同志们会有看法 日后会有各种说法 不离婚呢 就背了个政治包袱 哎 没办法 跟他凑合着过吧 对于江青拨弄是非 说别人坏话 毛泽东有两次听了嘀咕 都是望着江青说 你这个人哪 跟谁也合不来 你跟什么人也搞不到一起 你这个人就是到处树敌 在陕北时 毛泽东便对身边的工作人员 讲过一句话 使这些人几十年后 都有深刻印象 这话是 江青是刀子嘴 是非窝 净伤人 等窝死后 人家得把他整死 由此看来 毛泽东对江青的下场 还是很有预见的